看着这无边的黑夜 他忍不住咒骂了一句 真是够倒霉的 孙昊是一名客车司机 今天本来不应该是他值班 但是领导却安排他值班 还是这个倒霉的夜班车 更让他觉得不安的是这个路段 夜班车除了逢年过节时 会有不少的人 平常也就是熙熙落落的几个人 今天更少 只有四五个人 他看着空空落落的车 心里有点发毛 孙昊忐忑不安地开着车 心里忍不住想着那些恐怖的事 那些老司机在茶余饭后 总会说一些路上的奇怪的事 其中就有不少说到了这个路线 不少司机都说 他们在这里看到过一个白色女孩 本来干他们这行的 就害怕这些事情 现在那些前辈这么一说 他们就有点不敢跑这个线路了 孙昊早年也在这个线路上跑过几年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跑这一路了 现在听他们这么一说 他更不敢了 今天实在是没法了 才跑这一线路的 突然 茫茫黑夜中 一个白色的身影 从道路旁的草丛中钻出 然后从他的车前闪过 他有些惊慌起来 连抓着方向盘的双手 也在微微抖动 他知道这样下去 肯定得出事 然后他猛一咬射箭 一阵剧痛 让他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在孙昊的胡思乱想中 他看到了远处的一点亮光 他知道已经到终点站了 那点点亮光让他心里有了一些些安慰 他的心中稍微安定了一点点 车缓缓地驶入车站 四周都是一片黑暗 只有车站前内掌昏暗的白痴灯 周围映出一小片惨白的亮光 四周静得可怕 除了车在这坑洼不平的地上压出的咔咔声 便什么也没有了 孙昊的车驶入了空空荡荡的车站 他焦急地地盯着站台 希望能有人再等车 毕竟他待会还得把车开回去 如果车站没人上车 就意味着 他得一个人把这辆空车开回去了 但是车站一个人也没有 风把车站的门吹得一开一合的 透过门可以看到里面空空荡荡的后车室 总台上只有一张空空的凳子 甚至值班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去哪了 他把车停好 打开车门 车上的几个乖客慢慢地走下车 然后慢慢地在他的视野中消失 他的心慢慢地沉了下来 他再次启动车辆 发动机呜呜地响 好像一个人想哭 但却被捂着嘴的声音 车开出了车站 他的车慢慢地驶入这黑幕一般的黑夜中 孙皓背后的亮光离他越来越远 那个小小的光点便消失了 这无边的黑夜中 他车前的大灯 成了这黑夜中一个小小的光点了 孙皓看着这黑沉沉的夜 仿佛无边的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 连星星的微光也没有 路上除了他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车了 一切都安静地可怕 孙皓紧紧地盯着前面的路面 他一刻都不敢看向四周 他害怕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他忍不住打开了车里面的灯 虽然那些灯原则上是在乘客上下车的时候才开 但是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孙皓的车在一点一点地靠近失去 他的心也一点一点地缓解下来 这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 他竟然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 但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垫 怎么会有人呢 他想起了那个恐怖的传说 头皮一阵一阵发麻 但是自己这是最后的一班车了 这大晚上的把一女孩留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万一出什么事 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安宁 他一咬牙说 平时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这 车机的一声停在那个女孩的面前 这时孙皓才看清这个女孩长什么样 女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脸庞清秀 只是一些苍白 一头绣发披在他的肩头 女孩面无表情地看了孙皓一下 缓缓地走上了车 他静止地走向后排 孙皓半开玩笑地说 姑娘这么晚了 在这些地方你不怕遇到坏人 他边说还对那个女孩露出了点点的微笑 我才不怕呢 不是还有你吗 来衣女孩也微笑地对孙皓说 孙皓本来就不奢望女孩和她搭话 但女孩不止和她说话了 还和她开起了玩笑 这让她感到有些高兴 特别是女孩对她说的话 更是让她不由得对女孩产生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要不是还得开车 她就跑到女孩那儿和她聊天了 孙皓不再感到害怕了 她觉得自己要保护那个女孩 她甚至开始感到有一点点兴奋 她不再觉得这黑夜讨厌 反而觉得她还是挺好的 把自己和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关在一起 车还是慢慢地往前面走去 现在孙皓希望这时间能过得慢一点 这样她就能和这个可爱的女孩待久一点 也许今天以后她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有些美 曾经拥有过就满足了 孙皓这样想着 车带着孙皓满满的思绪 慢慢地往城市脑去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前面还有几个人 孙皓难难地说 要知道平常最后一班车都是司机一个人自己开回去的 要是能有一两个乘客和司机一起回去 那就谢天谢地了 今天竟然有好几个人 真是太奇怪了 孙皓的车慢慢向那几个人靠过去 这是几个年轻人 一个个头发都弄得五颜六色的 一个看起来特别凶人恶杀的 特别是她那头青色的头发更是让人看起来相当不舒服 有一个很是瘦小 其他的几个倒也没什么特点 孙皓打开车门让他们进来 这几个人慢慢吞吞地走上车 然后扫了一下车响 还不爱好衣地看着那个白衣女孩 这让孙皓心里有了一丝丝不祥的感觉 当孙皓准备关车门 启动车辆的时候 青毛青年突然扑向孙皓 还掏出一把刀低住孙皓的背 狠狠地对她说 别祸我们混 我们都是倒头天雪里人 你还是安分一点 孙皓只是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女孩 什么也没说 瘦小青年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锤子 赶紧利落地砸开了车上的钱箱 然后伸手进去把里面的钱塞进包里面 还有你身上的快点拿出来 收集给我 快点 别磨磨成城里 孙皓一言不发地把身上的东西拿了出来 他们拿完孙皓的东西 便笑嘻嘻地向车厢后面走去 这时候孙皓心里一紧 他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那个女孩惊恐地看着他们 那几个人好像看着一个诱人的猎物似的色迷迷地盯着他 还发出一阵阵吟笑 青毛还对女孩动手动脚的 孙皓感觉自己都快疯了 他发疯了地向那几个人冲过去 但是他的拳头还没有碰到青毛 就被按倒了 接着不少的拳头就雨点般落到了他的身上 几个人把他狠狠地踩在脚下 青毛还在对那个女孩动手动脚 女孩甚至连喊叫都没有 只是在不停地颤抖着 和上一个还真相 青毛说道 孙皓想起女孩对他说 不怕坏人 相信孙皓能保护他 心如刀脚 他拼命地向女孩的方向爬去 但是换来的又是一顿拳脚 他像一只绝望的野兽地喊着 在这安静的黑夜让人觉得有些可怕 然而那几个青年并没有被这恐怖的声音影响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个漂亮的女孩身上 他们的动作越来越过分 青毛终于忍不住了 他一把抓住女孩的头发 把他拉下车了 那几个青年也笑嘻嘻地跟着去了 孙皓用尽最后的力气站起来想阻止他们 但是又一顿拳脚相加后 他便晕了过去 在他的眼睛又闭上的那一刻 他竟然看到那个女孩在对他笑 他恨 好恨 他恨自己为什么不能保护这个可爱的女孩 甚至他昏迷前还能听到那些暴徒无耻的笑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孙皓慢慢地睁开眼 他身上每一处的能感到穿心的疼痛 但是现在他心里满满的都是对女孩的担心 他挣扎得起来 看着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脸光 他摇摇晃晃地向着女孩的方向走去 但是现在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他心中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也心存一丝侥幸 孙皓一点一点地靠近了那个亮光 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惊讶 只见女孩被靠着一棵树 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 那几个青年人早就不知道哪去了 他们抢来的钱还在地上 甚至孙皓的手机也静静地躺在呢 这帮畜生 孙皓含泪说道 其实我没事啦 他们没能把我怎么样 女孩淡淡地说道还略带地淘气 真的吗 孙皓惊喜地快速走到女孩的身边 他借着微微的光线看着女孩的衣服还是好好的 孙皓放下了心 你是怎样淘土 孙皓一边挠头一边说 难道你还想我 遭到他们的毒手啊 当言不是了 怎么会呢 孙皓连忙说 孙皓虽然还有不少疑惑 但女孩不想说 他也不好问 我先带你回去 然后我们去报警 孙皓说完 还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女孩的身上 孙皓拿了自己的手机还有钱 然后向扶着女孩公路走去 他们上了车 一路上什么话也没说的回到了城区 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终于回到了车站 我去上个厕所 还有今天谢谢你了 女孩走到半路 回头对孙皓说了句 孙皓等了好久也不见女孩回来 心里不免着急起来 他迫于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到女厕所找 可是还是没有 他转念一想 觉得可能是女孩子脸皮子薄 不想到派出所 提前离开了 毕竟这些事也不太光彩 孙皓回到了休息室 他呆呆地坐着 现在播放一则紧急新闻 我是在五四二公路边上 出现了五个男尸 据悉这五人是奸杀少女案的逃犯 希望知情人士能向公安局提供线索 孙皓惊呆了 那不正是他昨晚遇到的那几个青年吗 他连忙打开前箱 一张铭币在里面静静地躺着 故事到此结束 亲爱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 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